美國大選過後總統大選進入了法律戰 可是同時北京不斷的收縮 不斷的搶錢 那特別是這一陣子以來 中國富豪 果然富貴如浮雲 這些錢會帶來很多災難跟風險 是 尤其這個馬雲 大家都知道之前馬雲已經發生了很多事情 現在事情還真的沒完沒了 就在這幾天 中國的中宣部副部長 同時是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主任徐玲 在一個會議上公開說 堅決反對什麼事情呢 藉由融合發展的民意淡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而且堅決防止資本操縱輿論的風險 表面上他沒有指名是誰 可是所有媒體說你根本講的就是馬雲 好 而且這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 那馬雲據傳言已經變邊控了 什麼叫邊控 就是我們說的這個限制出境 所以好 那當然大家一定想說那一定就是你之前亂講話 去得罪的高層 事情沒有這麼簡單 因為最新的消息傳出來 表面上是要打馬雲 事實上是在打什麼 反習的勢力 因為現在就被查到 這一次大家當然焦點就是這個螞蟻集團的IPO被臨時喊咖 可是實際上去看馬雲在這個螞蟻集團的持股其實只有兩千萬股 標籤基本上你就是江派的人馬嘛 所以這次表面上好像是藉由因為你亂講話我修理你 事實上有可能其實重點是要針對你背後的那些勢力 所以大家有在講說這一次呢馬雲為什麼在那個會議上敢這樣公然亂講話 其實據說是馬雲其實已經知道這個螞蟻集團要被砍了 所以他想說一不做二不休我就乾脆就開始放話 沒想到這個問題就越來越大 好那你也不要以為只有馬雲這種這麼大的富豪才會有事情 連地方小小的有錢人都一樣有事情 好那河北一個小地方叫狼武莊的 當地的一個算是也算是一個集團叫大五集團的 他其實是做農牧的 結果他的這個這個創辦人叫孫大五的 最近呢被抓去關了 什麼原因呢 因為當地的另外一個國營企業叫徐水國營農場的 就跟他這個大五集團呢 兩邊為了這個爭地的問題就打了起來 兩邊員工打起來了 原本是原本這個狼武莊地區呢 就是分別租給他們這兩個地方各有一塊地嘛 可是呢這個徐水國營農業的這個部分呢 他們想要大五集團的地 好所以那大五集團 我說我也是合法租的 你憑什麼動我的地 結果這個國營農場的部分的人不管那麼多就直接要去拆他們的房子 那當然這邊大五集團的員工當然就不爽就兩邊就打起來 好這一打不得了了 這個孫大五他們一家人二十幾個人全部都被抓去關了 那你說他本人孫大五被關也就算了 他老婆叫劉慧如全身都是病根本就是病厭厭的 結果居然說他有暴力性的危險 所以把他抓去關 所以這個是現代版的超家 真的 一超二十多個 對就他連他的老婆女兒子兒媳通通都抓問題是你看他的兒媳小學校長結果說他非法吸睛 反正就是想盡各種瞑目就是要把你給關起來就對了 好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原因大家說因為這個孫大五過去就常常講一些話批評政府 把政府得罪了 所以這麼多年他其實被關了很多次 可是通常都小事情就就放出來了 但是這一次真的是徹徹底底打算把他整個家族全部都拿下來 好那講到這個殺豬榜 一定要講這個人叫做黃光玉 中國富豪有罪犯了什麼罪 有錢就是罪 北京現在缺錢 所以看上的是富豪的錢 習近平直接的定調切家要愛國 要拿錢出來愛國 那這個月中 所以很多時候這個有錢有沒有罪 在台灣有錢的罪可能少一點 可能會被酸名酸 但是在北京你的財富真的不是你的財富 沒錯 可能暫時見放在你那裡 政府遲早要把你收回去的 好剛剛講到殺豬榜 什麼是殺豬榜 他其實本來是胡論的富豪排行榜 富豪排行榜怎麼會變成殺豬榜 這時候一定要講黃光玉這個人 黃光玉他是國美集團 國美家店的創辦人 他最近剛被假釋出來 聽清楚假釋表示他被關了 關了多久 十二年 他其實當年真的是很厲害 尤其在二零零八年 那時候我們都知道辦北京奧運 他那時候還是火炬手臨跑之一 結果居然跑完沒多久 他被抓去關了 而且一關就是十二年 本來是判十四年 提早兩年讓他出來 可是你說他到底犯了什麼罪 告訴你非法經營內幕交易行賄等等 反正一堆民意 那這個黃光玉其實真的很厲害 他十六歲就進入社會 也沒什麼唸什麼書 三十五歲就變成中國首富了 那胡論排行榜是一九九九年開始編制 他二零零四年是成為當時的中國首富 而且他一共有三年是中國首富 那當然他在過去的這個 他的產業擴張的過程當中 其實確實有很多爭議 比如說低價搶市 或者是併購同業 是不是因為這樣子去惹到了一些人 所以最後才落得這樣子下場 所以呢 這個黃光玉當年其實就講了 這個富行排行榜真的是害慘他了 所以他說這個富行榜就是通緝令 誰上誰倒霉 所以就被形容成殺豬吧 對 可是他這一個關了十多年 還能夠這個平安假釋 是 已經是特例了嘛 很多人確實是生死不明嘛 對 確實也是因為 他雖然在監獄期間 可是實際上他還繼續掌控這個國美 國美家店 所以國美家店 因為他這個假釋 六月份他假釋出來之後 那天股價暴漲六十幾趴 你就知道這真的還是有很大影響力 所以放出來也許有這樣子的關係 好 所以現在的這些有錢人真的是岌岌可危 譬如說我們看到這個萬達的王健林 好 當然他的這個經營這幾年也出了很大的問題 所以他現在開始把他的海外的資產能賣的盡量賣 最近他終於把他的在海外的最後一筆資產在芝加哥的酒店給賣掉了 那賣掉這酒店大概拿了四十億人民幣 所以他從二零一八年以來他在國際他以前真的很厲害 在全世界很多國家都有他的產業 現在全部都賣光光了 那當然也因為他現在狀況很差 所以他富豪排行榜現在已經直直落 以前是首富 現在排到三十米 另外一個也即將有問題的就是恆大 我們之前也講到恆大他現在負債累累 現在又被政府盯上就是恆大汽車 剛剛前面我們在講的老王也在講 現在電動車美國很夯 中國也很夯嘛 那恆大他也要去搞電動車 可是現在被中國政府 中國的發改委直接點名說 你恆大真的要做是要做汽車嗎 你全中國圈地圈的十個地方 一共買了三百多萬坪的土地 可是實際上你根本沒坐車出來 有可能你實際上是要草地皮